前两年的一句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刷包网络 在多少困于两三点一线生活的职场人 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也催生了一大波旅行热 而说起旅行 让前面最为幸福的就是那些可以开着房车 走天涯的人了 一步上面行全 空间困难的房车 就算是一个移动的城堡 可以一边带着你自由领略山河大美 无需挡车赶飞机找旅店 一边给你踏踏实实家一般的安全感 如果有新闻好一起出秦 更是带来许多便捷和温暖的体验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国外便捷都是房车 国内为啥不大力推广 许多人第一反应往往会是 看他为什么房车贵贝 确实价格是阻碍国人购买房车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好一点的房车 相比于普通小轿车 还是会上不少的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 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与国情的不同 在国外 特别是澳洲美洲 地广人心 平原千里是十分不便的现象 人们出去旅游如果没有房车加持 很容易会面对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越须不天而行的情况 而在我们国家 城镇并不人口密集 交通通送网络遍地都是 特别是旅游景点的配套相当完善 即使在万丈山顶 都能遇上卖产业量的小贩 很大程度上 简直了对房车的依赖性 相反如果你驾驶一辆 巨大无比的房车 出行 还很容易找不到停车位呢 另外一方面 现在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对大多数人来说 先行工作买车供房 养家糊口 还是第一位的事情 真的能放弃工作买辆房车 目前的中国 还难以打开市场 但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进一步发展 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可以迎来 驾驶房车去旅行的大时代